泰国农历新年传统名书见面第一 贺岁词 开始听这句新家如语是有点不习惯 为何不新年如意或新春如意呢? 后来几十年在泰国过农历年 一直听新家如语也听习惯了 才觉得这句新家如语才是泰国农历年正统祝贺词 也更有泰国味 受到疫情影响 往年春节前后总是充满年味的唐人街 今年人潮不弱以往 但是寺庙还是人潮涌集 虽说经济状况不好 民众消费率降低相对谨慎 大家在那景库带的状况下 也到寺庙拜拜 祈求并想办法过一个好年 镜头所看到的是大峰公庙 华侨报的上堂 而在大峰公庙和华侨报的上堂附近 还有一处二个峰庙 位在马路右侧警察区楼上四楼 步行就可抵达 泰国华人月850万 占泰国总人口12% 对于泰华人来说春节 几年气氛不会在疫情下消失 荣誉新年泰人军寻老一辈 侨包代代延续下来的文化与系俗 从粘三十碗除夕 祭祖跨压睡前到元宵节 举行各春节祭拜活动 民众多数穿应节红色衣服 女士小姐们也穿上旗袍应节 数百年前中国人飘洋过海 来到泰国 也把中国的文化带到泰国 融进了泰国人的生活里 约两百年前因为要兴建大王宫和御佛师 在泰华裔遍迁来唐人街 亚瓦利路和史隆军路一带继续发展 长久以来唐人街一直是华人的主要贸易中心 春节能够在泰国深耕开花 无论是华人还是泰国人都参与庆祝 以中华文化传入泰国 并以本土文化融合密不可分 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是 阎王子孙精神延续 尽管春节在泰国越来越商业化 但泰国华人仍然努力保留春节传承和传统礼 因为这才是海外华人过春节的真正意义所在 泰国华人不会急着去亲友家拜年 而会遵循佛教传统礼义 清早到寺庙里行布施礼 家人准备三五种食物或甜饼放入真理 手捧的坡中 以求来年风调雨顺 赫加安康 然后再到中华寺庙祈福 这是他们的先辈们入乡水族 将中华文化与泰国文化细俗融合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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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